现在我们就欢迎 佛丽芳 余姐好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佛丽芳啊 好开心 真的是 其实你爱爱都没有变 我在民国62年到今年刚好40年 我62年在读世新广播电视的时候 我是读夜间部 那有一天我们班长 他的弟弟就从华氏 跑到我班上来 那我们班长说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那我说干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明天到华氏来 录追根究底 现场的节目跟编曲 你一起主持 你做助理小姐 那我说我没有上过电视 他说没关系就是你 然后我就来了 为什么我就问我们班长 我们班长说 因为那时候同学都说 我长得很像崔台琪 所以他就跟他弟弟 他弟弟说 你们广电一定有很多漂亮女生 你帮我介绍一个助理小姐 那后来他弟弟来看了 觉得还可以 然后就叫我来了 我第二天就来了 好在因为我以前在学校 都参加演讲比赛 每一年都是班上的代表 然后都是得第一名的 所以我敢站在前面讲话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 华氏这个摄影棚 我记得那时候 汪石泉边省还大老远看到我说 好久不见 我认住了 我就跟他点个头 把你认错了 他把我认成林月云 因为我那时候脸圆圆 脸有点像 后来我就开始做现场 当时马上给我剧本 叫我背 然后马上讲话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话的时候 这个嘴角旁边 全部肌肉在缠抖 对 不过还好 因为以前常上台 所以还好 那天做完节目 制作人说 好就这个不要换了 结果听说他们换了 五个助理小姐 我现在收视频 我现在摆到 你来说 我把你摆到 我来说 要把你不要换了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这边